女孩和同伴误闯入一片神奇蜜蜜 他们推开眼前的这扇蓝色的木门 发现草坪上坐着的竟是白雪公主 见到两人公主拿起手中的红苹果递了滚 让两人咬一口 两人赶紧委婉拒绝她的好 关上门转身离开 紧接着两人又发现了一扇立在木桩上的门 他们刚想上前打开查看 突然门口一只带着朴的大手拍在了门上 两人立即明白里面并没有自己要找的人只好做吧 艾达两人继续前进 很快一扇倒在地上的木门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艾达和小伙伴用尽全力打开木门 发现里面竟困着一位美丽的公主 她正是追赶小白兔掉进土坑里的爱丽丝公主 很显然每扇门后面都是一步铜发布施 随后两人继续行走在铜发之门谷里 两人又看到了一扇造型漂亮的大门 当他们推开时 里面的场景让他们震惊不已 只见几条巨龙盘旋在空中 他们竟误入了龙族的地盘 意识不妙的两人赶紧后退打开门离开的那里 两人继续穿行在粉色的森林里 很快一扇打开的大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猜测要找的人就在这扇门后面 当两人走进去发现 里面的天空飘散着雪花 他们竟然来到了一个小镇上 角落里有一个小女孩正在点燃火柴取暖 同行的小伙伴被可怜的小女孩吸引过去 而艾达则通过窗户看到逃跑的小狐狸 正在跟可怕的狼族密谋 两人赶紧跑回去通风报信 得到小狐狸的情报 狼族大举进攻克雷斯魔法城堡 当艾达赶到示威时已晚 狼族早已控制了整个城堡 童话镇里的所有居民和学生都被抓了起 校长也被他们关在了笼子里 而为狼族打开魔法学院大门的小狐狸 被狼人视为英雄 受到了狼族的簇拥 其他人则在唾弃小狐狸这个叛递 艾达愁准机会趁其不备将小狐狸抓了起 质问他为何恩将仇报 害怕的小狐狸大叫起来 危机时刻 不想旁人被自己牵连的马修自动现身 抓到了罪魁祸首 狼族首领下令将他调起来准备执行火星 艾达和其他人也被绑了起来 以报当年老国王被马修射杀之仇 一旁的艾达见状开始劝说王子恩恩相报何时了 看到艾达还在动摇王子 愤怒的女首领想要冲上去动手 却被王子拦下 最后在艾达的极力劝说下 王子同意了她的请求 她下令让手下将艾达放开 艾达拿出相好扭扣的魔法帽递给马修 对于艾达的帮助 马修很是感激 随后便将帽子戴到头上 接着说出了压在心里百年的心愿 说完魔法就生效了 一阵电闪雷鸣之后 胖鸟马修如愿变回了人类 但是年近百岁的她早已白发苍苍 变成小鸟的时光也耗费了她的青春 这也变相惩罚了她的罪魂 被仇恨笼罩一生的狼族王子 在这一刻也释然了 决定放弃仇恨重新开始 狼族大军随后便撤离了魔法学院 最终艾达凭借她的善良女智慧 成功地解决了这场将近百年的恩怨 魔法学院也恢复了以往的宁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